Hello,大家好,我是定一 我是来自中国的国际生 曾经就读于Captic College 然后下面我有几点要分享给大家 是我在Captic College这几年的心得 我从十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在Captic College上学 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半了 就在前几周,我刚从Captic College毕业 然后在毕业典礼上我获得了两个奖杯 这个奖杯是来自国际部主任给我的奖杯 是关于语言就是EAP 一个专门给国际生的一个课程 然后还有一个奖杯是关于统计的 是给13年级统计学的比较好的学生 我觉得国际部的老师和学生都非常的友好 因为我刚来这边的时候就14岁 他们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型上 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然后这里的本地生也非常的友好 就是在课上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跟他们一起上课 然后在课上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们很多帮助 就比如说小组讨论啊 还有分工合作什么 他们都会和我们一起做 我在13年级的时候总共选了五门主课 有中文、经济、历史、统计 还有一门是社会学 然后这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经济 经济是从我十年级就开始选的一门课 以后也应该会成为我大学要学的专业 经济 我的经济是由Mr.Weston教的 他的课非常的有趣 让我觉得不会枯燥 所以我也因此喜欢上了经济 在国际部老师的帮助下我成功申请了维多利亚大学的经济学位 然后在大学中我应该会选择两门专业 一个是旅游管理 还有一个是国际贸易 关于选课这一方面 国际部的老师都会给你一些建议 并且帮你规划好 如果你想要换课 他们也会及时给你换课 所以不用太担心你选课这一款 如果来了新西兰以后 我建议你只要选你自己喜欢的和感兴趣的课就行 不必太在于哪些课会对就业有帮助 或者是以后考大学会比较方便 然后做一个过来人的建议 就是在课上的时候多跟本地生交流 不要一直跟国际生待在一起 因为你会发现多跟本地生交流之后 不光英语会变好 而且他们也会给你很多帮助 无论是学业上的还是生活上的 你也不用太害羞去跟他们交流 他们都非常的友好 还有一点要讲的就是关于寄宿家庭 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碰到了一个很好的寄宿家庭 所以在这三年半期间中 我也没有换过任何寄宿家庭 他们就像我在这边的爸爸妈妈一样 会给我很多帮助 然后我也把他们看作家人 他们也把我看作家人 对于你的homestay 如果你有机会或者是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多跟他们交流 多跟他们一起玩 或者是一起看电视 一起吃饭 就多花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这里的寄宿家庭都是学校选出来 所以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不好 然后只要你跟他们多交流交流 你就能更多体验本地的生活 这样也可以提升你的英语 在他们生活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新西兰本地人的生活习惯 还有文化什么都非常的有趣 当然你也要适应他们的那些很疯狂的举动 还有就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Captic College还会给学生提供高尔夫课程 飞行课程 还有马术课程等等 这些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加入 总之来说 我觉得Captic College是一个很好的留学的地方 首先因为这里国际部已经比较成熟 如果你要有什么问题的话 国际部一般都能帮你很好的解决 他们现在也比较了解国际生 就比如说我们想要什么 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们都能明白 还有其次就是 这里的寄宿家庭很好 这里的寄宿家庭可以给你体验在家里的感觉 最后点更重要的是关于学习的这个问题 这里的老师都很负责任 学生 无论是本地学生还是国际生都很愿意帮助你 并且我觉得Captic College的教师力量还是很好 很完善的 如果因为想通过Captic College考上大学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并且NCE也可以用于可以去英国 就是去那些英联邦的国家 你也可以通过在Captic College学习 然后以后上大学去别的国家学习 所以还在等什么赶紧加入Captic College吧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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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